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講完食物了,現在講藥物了 這個小孩子本身有血癌 打完化療之後,發燒的肚子越來越脹 當它是盲腸炎,但其實這裡看到黑色乳 然後看到腸已經破爛了,沒有血 連周圍的組織都已經破爛了 最後那個嬰兒就死了 在他們的組織中種了一個叫做無媒菌 叫做Risopus Microsporis 叫做小包筋梅,傳名叫做 很漂亮,種出來好像棉花糖一樣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病人 有些人有真菌感染,是感染了腸 我看見全部都是在肺發冒死 怎麼會有人在腸發冒死呢 但有一件事我們猜不到 在藥物裡面找到 就在Bipulsion裡面找到 是一種用來降尿酸的藥 到最後發現原來這間廠 叫做Urofarm去製造那種 你將那種藥丸融解在培養機上面 那些棉花糖就生出來 所以病人吃了下去 就很多惹到這個感染 因而死亡 想告訴大家 其實一個領袖 第一件事 你要有一個 vision 要對未來有一個預測 你要有 ideas 你不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帶領你的團隊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當我們越吃得多肉類 我們越吃得多藥 越多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那個生物安全系統 和我們那個監察系統 藥物監察系統 追不上的時候 就有很多問題 現在想起2003年的SARS 依然覺得很恐怖 當時死了很多人 也有醫生 因為救人而受到感染 還因此上植 作為一個醫生 尤其是研究傳染病的醫生 其實危險性真的很高 我很佩服他們的犧牲精神 沒錯 因為有了他們 我們才可以和傳染病 繼續戰爭下去 那我就想問一下 其實究竟是有什麼 推動你去讀醫 還有為什麼你會 做傳染病這方面的工作 是有生命的危險 怎樣可以克服自己去做這個 決定去幫到這麼多香港人 多謝 其實我不是想做醫生 我是想做太空人 小時候 那時候我在黃隱 Queen's College 錄書的時候 經常去美國文化協會 借那些影片回來播 說阿波羅有多少號 多少號 上太空上月球 所以我很想做太空人 不過很快我就知道 原來沒有太空人戴眼鏡 還沒試過有太空人 那時候不是美國人 所以不用做了 我爺爺是中醫 我媽媽說 根據我媽媽說 我爺爺說 這個兒子會做醫生 叫他讀西醫 不要讀中醫 中醫太複雜了 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明白 所以叫他讀西醫 好了 到最後就讀了西醫 就是這樣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做傳染病 其實我當時不是想做傳染病 我初畢業的時候 就去了觀塘聯合醫院做實習 最初我就先做內科 因為我畢業的時候 內科成績是 叫做得到討論 所以喜歡內科 但在那裏做一下 那一間醫院因為不夠人 急症室又要散蕩 因為不夠醫生 因為那間醫院 醫生經常考不到事 身水又低一點 又沒有津貼 所以沒有人在那裏做 他們為了維持急症室服務 就把我調到急症室 然後調到討論外科 沒有人 又把我調去做外科 做開刀幫人 就是這樣 但是去到某個階段 我就開始做到悶了 可能我的性格 其實喜歡做研究 不如就回到大學做教書 做一些研究 其實我當時是想做免疫學 因為我覺得免疫學 才是那個鎖匙 才是所有問題解決的鎖匙 誰知道那時候 我看完免疫學 那裏是沒有位置的 香港大學 另外有一科叫做 血液科 Hematology 還有一科就是微生物系 其實我覺得免疫學 和血液科比較近 所以我想進入血液科 誰知道 見完那位教授 他寄來的應用方 寄失了 反而是微生物科 如果那個應用方寄到給我 沒有 那就 微生物科 也殺了 那 就做了微生物 我想問教授 其實領袖也是人 都會有一個恐懼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這個情況 我應該怎樣可以 說得差點 是掩飾 或者可以繼續帶領到團隊 去克服這個恐懼呢 多謝教授 不用裝出來 第一件事 你先克服自己的恐懼 你靠你的 對醫學 科學 和現時所有資料的分析 你應該可以克服到你的恐懼 你克服到恐懼 你需要裝出來嗎 你不需要裝出來 你不是說我知道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你不需要說那些 你困難的 那些害怕得很厲害的 說出來 沒有需要 因為你在那時候 如果你自己都害怕成這樣 把你所有害怕的事 都說出來 不止你的團隊散 整個香港都散了 所以 不是要掩飾 不需要掩飾 但是第一件事 你先搞定內心世界 你搞定內心世界 你才認好 所以 在人生中的其中一件大事 就是你的戀愛 對不對 你永遠都不要作出任何決定 直至你先搞定內心 先用一張筆 用一張紙出來 寫下那些 很客觀地稱過 然後才可以見那個人 不要隨便許一下 那些生文海誓 最危險的事情 你明知道你自己做不到 你講那些事情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那些生文海誓 那些人很傻 因為他 我記得有一件事 我特別想說 因為我覺得影響得他們很厲害 就是戀愛 我一對很好的朋友 夫婦 她說 我的女兒明明臨臨 兩個都大了 她們開始想過一些事情 你不如郭勇叔叔 你跟他們聊一下 那我就跟他們聊一下 他們都在發生鬥牙夢 兩個女兒都在發生鬥牙夢 我們就說 其實就是這樣的 郭勇叔叔当年 到你这样的年纪 都经常想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我一见到那个女孩 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她 真心地喜欢她 不过那两天之后 我又不记得了 因为我又赶着去打球 我又赶着去看天文 拍《太阳黑子》、拍《月食》 然后我忘记了 再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看到另一个女孩 我突然很喜欢她 我一年里都喜欢了 很多不同的女孩 然后我又喜欢做 很多我喜欢做的东西 有太空人 有蟋蟑螂、老鼠 那些东西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林林明明 其实那个男孩没有骗你 他跟你说很喜欢你 是真的喜欢你 正如叔叔当年都喜欢过很多女孩 不过那些东西很短暂 所以你现在都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因为那些东西 他和你生回海誓不是假的 不过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过两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些问题 有这类的问题 你想回我讲的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 那你就会解决到你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